今天花絲拉叫你蒸底蘿蔔膠 要煮蝦米提前浸好 臘肉 Chilli 臘腸 Chilli 用料要大方一點 記住,蘿蔔不可以選擇油渣 不就慘過你的前菜靜人渣 兩粒蘿蔔,切成的蘿蔔絲 再準備兩碗煎米粉 半碗粟粉,半碗燉麵 混合三碗水 比例要叫到剛剛好 落油,撕乾的臘肉 再倒你的臘味,不要炒 抹底油,放些蘿蔔絲,腰柱水 煮至它滾,就可以調味、凍 下醃,多點胡椒粉,短片蠔油 就可以將配料倒進去 一個,攬炒完後,關火 倒粉漿進去 撈到它好處這麼撈,就可以了 拿一隻碟出來,吐少許油 水滾,蒸45分鐘 再將芋芋芋芋滲在表面 蒸多15分鐘就很棒 傳統的蘿蔔糕 做料好味道 提前祝大家 新年快樂,步步高升